至於裡面這個生命週期 怎麼去放 我想這個可能說來話長 裡面的話有蠻多的說 我想這短時間沒辦法一下子講清楚 那這邊有個參考 我想如果有些細節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把游標放在上面 然後底下這邊有一些 有一個這個生命週期大概了解一下 那實際上簡單說來 Activity有點像是什麼呢 就像網頁設計裡面的一個網頁而已 一個網頁 網頁跟網頁之間呢 當然必須要有傳遞訊息的功能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撰寫一下程式 那怎麼樣撰寫程式特別注意 首先 這地方我們就在這個位置可以開始 知情我們要的程式 所以首先這裡我想你們先再試試看 把新的版本先下載下來 建立一個Hello World 2 然後呢在介面上面呢 先建立一個什麼呢 先拖拉一個Button 並且要把ID改一下 ADID叫BTN01 這邊叫什麼呢 TST01 那等一下怎麼按了這個按鈕之後的話呢 它會被執行 我把畫面先還給給我一下試試看 這個按鈕 好 Release 谢谢大家